爸爸入了旗帜园之后, 保安经理常常汇报他何时做过行路训练, 何时接受过辅导, 善食和护理安排有什么改变, 每日做过什么等等, 真是很详细,令我很放心。 之后,职业治疗师还来家做评估, 建议我装离床警报器, 这样爸爸半夜起床,我都可以去帮他。 浴缸要变做企缸, 还要安装扶手,让他没那么容易跌倒。 灯笆要亮点, 还有要安装夜灯,让他看东西清楚点, 晚上容易找厕所。 厕所门都要改做托门, 有时才可以进去帮他。 去房门要贴张他最喜欢的相机海报, 方便他找到自己的房间。 真是想不到有这么多细节要考虑。 在棋制园住了几个星期, 爸爸开心了很多, 可以用四脚叉走路, 日头试说要去厕所。 护士还说, 半夜两点带他去一次厕所, 就尿片都不用用, 看来我接爸爸回家都能够搞得好。 社工还建议我和哥哥和嫂子谈下, 如何分工照顾爸爸。 原来他们不知道我那么忙。 哥哥说会去长者中心帮忙申请服务, 嫂子就答应帮忙送爸爸去日间护理服务。 我们还谈好, 请家务助理, 在家里和爸爸做学到的训练。 爸爸回家不知多开心, 星期六日, 哥哥还会来和他的家庭下。 我曾经以为要送爸爸去老人院, 但原来有合适的支援和家人的照顾, 是不需要的。 你也可以分享这条片出去, 让更多人知道 赛马会回家二厘院复康计划。